好 好 伙伴 嘿 哦 好 狗狗狗伴 瓢虫 打开双翅 狗狗狗 看险游戏 我喜欢 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奇遇 在游戏的过程中 你们会跟随着瓢虫棋子进入一个个秘境 好了 慢慢享受你们的探险之旅 来吧 正式开启咱们的探险 好的 我来拍第一下 好 前进七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后退三步 白走了 也不一定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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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和 我们来到了成语花园 是啊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看来瓢虫先生还没有来 看来瓢虫子 盒子 你后面有个大虫子 哪儿呢 是什么虫子 什么虫子 当然是瓢虫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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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猩猜 调虫先生 你好 没想到和和原来这么胆小 谁胆小了 我们大熊猫什么虫子没见过 我只是为了配合你逗你玩 调虫先生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 是啊 好期待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星星大晚上的独自出门 他要干什么去呢 你们怎么了 我才没有害怕 我只是急着赶路 我也没害怕 我也有急事 你明明是害怕了 阿卡胆子真小 你才是胆小鬼 吓得都不敢看路 才撞到我的 喂 你们 我是胆小鬼 比胆让你赶吗 比就比 我跟你还害怕 行吧 我敢从这里走到大松树才会一筐松滚回来 你敢吗 说的就是胆小鬼 好 不过这条路一点也不吓人 要我说 走这条 那条路才不吓人了 要想比出胆量 咱们应该走这一条 这也太吓人了 怎么办 虽然也有点吓人 不过比那边可强多了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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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到了 别怕 虎高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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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高救命 救命 为什么你又在这里 你怎么也在这里 所以你们又碰到怪物了呗 还有你们不是应该走这条路吗 怎么都是从那个方向回来的 你们两个到底在怕什么 不 不知道 只是觉得会继续的很可怕 所以只是自己吓唬自己 两人的胆子这么小 就不要业力出来了 可是明天是果果的生日 我想采些松果做个点心给他 你也是为了给我采松果 你也是 算了 算了 就让我这个胆子最大的送你们过去吧 好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字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创官成功 欣喜和阿卡都这么胆小 感觉跟你差不多 你才胆小 赶快猜成语 我胆小 咱们晚上出去比比 比就比 你说比什么 喂 你们俩是不是把猜成语给忘了 对 忘了正事了 聪明如我早就猜出来了 机灵如猴子的我 当然也猜出来了 那你到底是不是猴子 反正我猜出来了 我先说 是抱头数寸 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五十步笑百步 很遗憾 都没有猜对 你看错了吧 怎么你数学还不行 人家要四个字的成语 你们俩都没猜对 但是刚才的答案里有一个字是对的 你们再想想 哪个字 五十步笑百步 抱头数快 到底是哪个字呢 妈妈 我逗你玩 我已经猜出来了 胆小如鼠 对吗 飘虫先生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胆小如鼠就是形容胆子非常小 这个成语这么简单 我来造个句 和和是只胆小如鼠的熊猫 心井和阿卡才是胆小如鼠 我可不胆小 那咱俩就比一比 晚上咱们也去走一趟 这个嘛 我晚上还有几个重要的科学实验 比如怎么吃竹子最有效率 这才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真的不是胆小 我只是觉得比赛谁大胆这件事情很幼稚 好了 你们再不去闯下一关就来不及了 再见 飘虫先生 别回答我了 我的运气一定不差 前进六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和时间赛跑 破译动物档案 线索不断浮现 真相越来越近 调动知识 开动脑筋 猜猜它到底是谁 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 猜出它到底是谁 就算成功 可以继续前行 否则就要接受惩罚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可以和小伙伴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玩 看谁能先猜出它到底是谁 开始 它一天要睡十四到十五个小时 但其实只有四到五个小时是真睡 大多数时间应该算是在假妹或者叫做闭目养神 呵呵 你不会睡着了吧 我在这闭目养神呢 听提 它是善于攀爬跳跃的动物 它的体内各种器官的平衡功能比其他动物更完善 当它从高处跳下来时 身体失去平衡 神经系统会迅速地指挥骨骼肌 以最快的速度将失去平衡的身体 调整到正常的位置 说了这一大套 不就是跳的时候摔不着吗 我也行 真的吗 不过好像有一丝灵光从我的脑海里闪过 真够能装的 它 好奇心非常重 好奇害死猫 你说对了 天哪 不会是猫吧 不信你就往下听 它 行走时不会发出声音 因为它的爪子上有厚厚的肉垫 另外 它的爪子上还有锐利的指甲 能够缩近和伸出 肉垫 对呀 猫科动物的专利 它是夜行动物 为了在夜间能看清事物 需要大量的牛黄酸 所以它喜欢吃鱼和老鼠 明白了 虽然现在好多猫都不吃老鼠了 但我依然认为它就是猫 本性难移嘛 该吃还得吃 喵 它长着胡子 而且胡子是它特有的一种感觉器官 每根胡子根部都有神经细胞 当胡子碰到东西时 就能把刺激传到大脑 让它判断事物和环境 胡子还能帮它测量物体的距离和宽度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它就是猫 小飞 它们好像一直就和你们不对付 好了 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它就是猫 恭喜你们答对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一定很熟悉猫这种动物吧 猫已经被人类驯化了三千五百年 但它并不是像我们狗一样被完全驯化 好了 二位 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这为我来 前进四步 一 二 三 四 四 四 妈妈 怎么了 亲爱的 你能给我那个玩具吗 当然了 亲爱的 你想要哪个 你的恐龙吗 不 太吓人了 鲨鱼呢 不 鲨鱼太吓人了 尤其是大的鲨鱼 好吧 那你玩其他的怎么样 来 这是你的魔法面镜 是我的魔法面镜 妈妈 现在戴上 玩得开心 谢谢妈妈 来 来 魔法面镜 小家伙 你好 妈妈说鲨鱼很棒 但是我知道它们很吓人 越大的越可怕 别这么快下结论孩子 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一头大鲨鱼 不可能 想去见见它吗 我不知道 它很棒的 那好吧 那就跟我来吧 简直是太棒了 听着 你友善的鲨鱼朋友呢 我不知道 这里好安静 太安静了 它吃光了所有的鱼 它现在要来吃我了 冷静点 小瞎话 看 在那 我认为它过来了 那是什么 那是鲨鱼吗 不可能这么大 它和鲸一样大 是的 孩子 那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作金鲨 它是整个海洋中最大的鱼 它和气戳一样大 这是它的尾巴 尾巴比我爸爸还高 小心 它要来了 看看它的嘴巴的尺寸好大 你说对了 它有三千颗牙齿 它可以把我整个吞下去 金鲨也许是海洋中最大的鱼 但是它们却吃最小的植物和动物 叫做浮游生物 不是狐猫兴 不是 由于浮游生物太小了 所以它必须整天都在吃 听上去很像我爸爸 你知道作为鲨鱼它真是太酷了 不是所有的鲨鱼都那么吓人的 我都等不及要告诉妈妈了 那么我们最好回家 好主意 好主意 金鲨 再见 金鲨 简直是太酷了 真是太棒了 谢谢魔法面镜 不用客气 小家伙 下次见了 妈妈 怎么了 亲爱的 你肯定猜不到我和魔法面镜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和一条巨大的鲨鱼一起游泳 有公交车那么大 真的吗 我还以为你怕鲨鱼呢 才不怕 金鲨 它们是温柔的巨型庞然大物 那真是太好了 那就是说你要和你的鲨鱼玩具一起玩了 不 那太小了 我现在有个更大的鲨鱼一起玩了 好的宝贝 玩得开心 停下来 你再挠我脚趾 鱼缸里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再见 这回该我了 前进四步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 一个路口分成两岔 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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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出动 答错要罚 祝你好运 谜题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 请出题吧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今天请来的动物朋友你们很熟悉 他是田螺和海螺的亲戚 但是生活在陆地上 猜猜看我说的这位朋友是谁 田螺和海螺的亲戚还生活在陆地上 田螺生活在水田里 海螺生活在大海里 那生活在陆地上的是不是陆螺 陆螺 这个真没听说过 猫猫 你发现没有 田螺和海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田螺和海螺都有软软的身体 没事就缩在壳里面 我知道了 是蜗牛 没错 这就是蜗牛 飘虫先生 我们猜对了吗 完全正确 今天我请来的动物朋友就是蜗牛 这种小动物不怎么起眼 但是身上藏着很多秘密 你们平时在哪见过蜗牛 给我讲讲 平时很难见到蜗牛 下雨之后他们才会出来 对 我平时在草丛里玩的时候 只是偶然发现一些干干的蜗牛壳 这些小家伙就一下子冒出来了 树干上 叶片上 地面上 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蜗牛 我觉得蜗牛有可能是随着雨水从天上掉下来的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雨后出现 我们来听听蜗牛自己怎么说 邀请 嗨 大家好 我是蜗牛 我可不是雨水带来的 我们只是喜欢雨水带来的潮湿 你看我们蜗牛的身体表面总是有一层粘液 那是用来保湿的 时刻保持身体湿润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我们喜欢雨天出来活动 你们知道蜗牛用什么来走路吗 我们软体动物没有腿和脚 看上去是用兔皮贴着地 像波浪一样往前行进的 其实整个肚子都算是脚 学名叫腹足 它能分泌出一种粘液 在我们爬行的时候 肚子就不会磨得很疼 这层粘液干了以后就变得闪闪发亮 成了我们留下的脚印 我见过这种痕迹 原来是小蜗牛留下的 那要是天敌顺着脚印 找到小蜗牛可怎么办 这个不用担心 蜗牛走路的时候从不直来直去 它们总是七拐八拐的 就算留下了痕迹 你也搞不清楚它们到底往哪去了 对了 你们刚才注意到没有 蜗牛有几对触角 一对 不是吧 明明是两对 头顶一对长的 下巴那还有一对短的 是吗 还是和和细心 我有两对触角 都是用来感觉外界环境的 嘴唇附近有一对短短的触角 负责闻味 叫唇触角 它要是损坏了 我就什么味道也闻不到 再也找不到食物了 头顶上有一对长长的触角 顶端长着眼睛 负责侦查周围环境 叫做眼触角 我们的视力不太好 需要把眼睛探出去 才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 这两根长长的眼触角特别敏感 碰到障碍物就会马上缩回来 提醒我改变前进的方向 问题来了 蜗牛的哪对触角负责闻味 红色按钮 短短的纯触角 绿色按钮 长长的眼触角 请选择 计时开始 是那对被我漏掉的短短的触角 对 负责闻味的是那对纯触角 相当于鼻子 这回我可是牢牢的记住了 蜗牛有两对触角 可以做出选择了 蜗牛那对短短的纯触角负责闻味 我们的选择是 红色按钮 蜗牛的眼触角负责视觉 纯触角负责嗅觉 红色按钮选择正确 祝贺你们 成功了 小钟先生 再见 真吻我来 前进三步 一二三 继续前进四步 太棒了 一二三四 是大猩猩啊 不知道它今天要做什么动物呢 也是 是一八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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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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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一四 一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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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 好 好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马达加斯加狐猴 马达加独猴 谢谢你 大星星 下次再见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 再会 来吧 让我靠近你 可别闹脾气 让我了解你 怕分享小秘密 Together Together We ar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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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ogether 好伙伴我和你 好伙伴追星 好伙伴在一起 好伙伴不分离 来吧 马冒 滑滑 我们去找你们的好伙伴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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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伙伴